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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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善感应篇这个宗盛 这个祸福无不自己求之 这个灾祸福报都是自己求的 跟别人不相干 就是关键在自己 所以我们要求得福报 避免灾祸 从自己改过向善 诸恶莫作众善奉献 那么这个自然啊 就会感召福报了 这个话呢 我们常常听 常常讲 但是啊 要真正去落实 去做到 也不容易 那么不容易啊 也是要免为其难去做 这个白鸡翼啊 当时当杭州的太守 那么他去拜访啊 那么他去拜访啊 鸟科禅师啊 这个慕名而去的 那么鸟科禅师啊 是当时大彻大悟的 禅师了 这个也是很有名啦 大彻大悟 这个鸟科禅师啊 真正啊 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 那当然啊 他也跟一般人啊 慕名而去啊 去拜访 向他请教了 请教有关佛法 那看看这个鸟科禅师 有没有什么 奥秘的佛法呢 来跟他讲 专程啊 去拜访啊 那就请问啊 这个禅师啊 有什么佛法呢 给我开示啊 那么鸟科禅师 就跟他讲 说诸二莫作众算奉行 就讲了八个字 这个白鸟一听到呢 大失所望啊 原来啦 他这么一专程来拜访啊 听听禅师啊 看看啊 开示什么禅机啊 什么微妙的佛法啦 那讲了这一句啊 大家都听得耳熟啦 这个白鸟一就回答了 这一句啊 你不用禅师讲 那个三岁小孩子都会讲啊 三岁小孩子都能讲啊 这个是 诸二莫作众三奉行 那鸟科禅师 又跟他讲了 他说呢 三岁小孩都会讲 但是八十的老翁还做不到 那这个鸟科禅师 真正是开悟的人 那么真正开悟的人啊 他会关机啦 这个对象啊是怎么 现前是怎么样的程度 什么根基 跟他说什么法 其实啊 这句啊 诸二莫作众算奉行啦 那跟那个 残疾啊 那个 的话呢 是平等的啦 因为这个 很多人啊 在鸟科禅师的会下呢 开悟了 那么有一个公案啊 就是吹布毛 那个布啊有毛啊 他一吹 那有一个人去啊 他看到他 他吹他就开悟了 所以 这个白鸟啊 他也是想啊 看看去啊 给我讲个什么 我就开悟了 那结果讲这个啊 他觉得很失望啦 那实在讲啊 开悟有开悟的条件 那么这个白鸟啊 还不到那个条件 那实际上啊 你真正能诸二莫作众算奉行 那你就会开悟了 诸二莫作就改过啊 其有成形恶事后事改悔啊 我们在六主谈经啊 你看到六主开始啊 六主说 改过必生智慧 你只要把你的过失改掉 你智慧就 就 生出来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 被我们的过恶 这个恶业啊 障碍啊 智慧是本来就有 人人本计各个不五啊 跟佛平等啊 那么佛为什么他的智慧完全显露 得大受用大自在 那我们在这边一天到晚烦恼 受苦受难呢 因为我们造恶业 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这个 断恶修缠 好像这个很浅 那这个是 人天善法 其实啊 这个是佛法的根基 所以真正的大德啊 他不会落于口头禅啊 是真修实证 那才有用 口头禅啊 很会讲 讲的啊 也不起作用啊 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 造恶业啊 那有什么用呢 所以啊 这个鸟科禅师 给白吉义讲的话呢 也值得我们深险啊 这个特别学佛很久的啊 这句话真的是 当头伴合了 三岁小孩会讲 那八十岁老公都还做不到啊 那讲会讲 那有没有去做呢 就很少了 很难了 所以这个是真话啊 所以佛福就是要自己求啊 那么自己要勉励 这感应篇后面也是勉励的话 欠勉的话 要认真啊 努力来修 我们啊 福报啊 才会不断的增长 才有前途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她们也不刘 那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